希望有些外间的企业来到香港设计公司 有一条数据也想问一下局长 因为说过去一年本港引入了382间的企业 是的 382间里面有136间是内地企业 有48间是英国的公司 有30多间是一个美国公司 有20多间是新加坡公司 都是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 所以你会看到不停有新的企业来到香港 当然有些人会说有些迅速了 企业的迅速或迅速是正常业务的需要 应该看到数目增加 现在在香港整体的外资企业达到9030多间 亦都比疫情增加了 看到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 就不像媒体那样说 就说很没信心就全部离开 努力地做工作 是怎样说好香港的故事 在2023年投资推广署 带入了382间的内地和外国企业 他们为香港创造了4100个就业机会 另外带入了616亿的直接投资 这些企业都蛮多元化的 由一些创科的公司 是做一些人工智能的公司 去到一些餐饮或其他行业都有 例如中国内地就比较创科比较利 有一间叫做预世国际 就是香港机场 第一个做了无人车 无人驾驶巡航车和行李车的一间公司 另外有西井科技 在香港的港口和和记合作 是做了一些无人的运输公司 另外外国的企业 例如百威啤酒的集团 就将他们的地区总部搬来香港 还有一些餐饮的行业 例如泰尔 另外有美团 有不同的企业都进入了来香港 外地的企业 就觉得香港 一定是一个营商的好地方 无论香港的低碎环境 我们作为一个自由港 最重要就是我们背靠祖国 香港作为一个踏脚城 进入大湾区和中国内地 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外国的公司自从疫情过后 开了之后 都离回很多来香港 觉得香港的发展潜力很大 另外香港本地 亦都有无限的机会 因为有些基建的工程 亦都多了旅客 所以在这方面 都很喜欢香港的营商环境 另外中国的企业 将香港作为一个跳板 借港出海 利用香港再走到欧洲 东南亚和中东的地区 都是比较多的